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MHK十周年纪念特写 洩到空虚,网台血泪史 其实现在已经是五月份 实情去到今年的七月一号 我们已经是十一周年了 就不是十周年纪念特写了 就是我们踏到第十一周年了 不经不觉靠这个洩到空虚的网台 进入第十一年 即逐十一年踏入第十二年 真是夸张,真是想不到 时间过得这么快 有这么多的事件 要跟大家去分享 很多人的关系 在我的脑海里面都很想跟大家分享 这些点滴 无论,想不到我过去温哥华 现在暂时在这里居住 也有一段时间 当然我每一晚有时会发一个噩梦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过 在香港的时间里面 我突然间有一个发一个噩梦 就是一醒起 原来我已经在加拿大 我现在在温哥华 我要重新去再做起 很多的工作 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完全没有了 然后呢 我就要在温哥华里面 开展一些重新的生活 香港的所有的事业 所有的建立了的一些工作 或者一些人制的关系 全部都没有了 然后在加拿大里面 就要重新到第一天再来过 那么每次发生这些梦 我都买一声就乱醒了 那么现在在温哥华 我发什么梦呢 我发梦就很有趣 我发梦 我醒了的时候 在香港啊 哎呀,行啊,行啊 快点去吃鱼蛋粉 快点去吃牛杂面 快点去买玩具 快点去摘骨 快点去买买 是,还在这儿上班的 他快点去买他 那我可以乱乱乱乱 可以上去 突出一个伤中年代之 真的不是开玩笑 这些是真的 不是为了做节目的一些气气效果 和你开这些玩笑 那其实我都 现在很久不中我就会发梦 很希望在香港里面 从过一些旧的生活的点滴 生活的一些节奏 以前在香港里面 早上处理一些商务上面的东西 那旁晚示范就一定要回到 MHK的这个基地 录节目 做Live啊 如此类推 那一直都有很长很长的这些时间 那或者有时的时候 可能是中午之后 就已经回去 约其他不同的节目主持人 做他们节目的一个监制啊 看着他们的录影啊 如此类推 这些生活就很充实的 基本上早上就是 八点明天起床 然后接着就吃个早餐 回去解决另一些公司的一些公务 那然后一点点两点钟 要么就出外景 要么就回去公司里面写稿 要么就回去监制一些节目的录影 或者是约了其他节目主持人 去预早录制一些节目 那放工的时候 已经是七八点 如果有一点早一点的 要么就去链啊 要么就走去现时怎么买玩具啊 或者见了总理啊 或者是哪个手足有空 就捉他出去吃饭啊 那一天 很开心很合意 但是当然 就是 忙起上来 就是 做了很多的不同的节目 出来之后 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 然后就是去买个玩具啊 或者喝杯啤酒啊 吃个资源鲜油啊 吃个资源辣尿虾啊 那是一个很合意的 这个一天 那么 好可惜这些的日子 暂时就离我而去 而所有的这些的回忆啊 所有这些啊 哇 真是好像我们的 抓白卡的一个香港的特首 play hard work hard 是吧 spend hard spend hard 对他都说得出 这么低能的 就是这些生活呢 现在在加拿大里面呢 我们做些什么呢 就是每天起床 从英国的手足录影 要么就跟超哥录影 龙烈大夫录影 接着就写稿 准备乐如谭 又或者呢 就是准备Morning Glory的 这些的节目啊 想个angle 怎样去讲啊 看这些资料啊 如此类推 再不是就是录一下 鬼谷啊 奇案啊 大院有乐啊 接着就开车 又找一下路总啊 去做外景啊 如此类推 那你也知道了 因为要travel呢 其实这些时间更加不见识 尤其是去到冬天的一个时候呢 哇 一早就已经是 日落了 四点几时就黑齐了 更加觉得这些时间呢 就是很Misurable 还有很不见识的 那些日子觉得很快 那原来大大话话就是 就是 哇 搞忘台应是做到 就是 那麽长的这个时间 尤其是每一天要监制啊 或者做不同的节目的时候呢 又要做后期啊 如此类推 你会更加 为那个deadline 而做的事情 更加哭了声 那就好像火箭啊 或者一支的村民战 噓哟 那样飞了出去的时候 噓哟 一直这样冲 到你到了 标靶 一声射中的时候 撕掉所有deadline 原来我已经用了 那么多的人生光阴 那旁边 所有的风景啊 人物啊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 坐定定 跟他们好好地 摆拦在一起的这个时光啊 又或者就是 在我们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否 maximize 我们的缘分呢 那这个也是 当你要很 拼命冲 向前冲 为deadline 为目标做事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都会忽略了 如果放慢回脚步 啊 那就想想 多些的时间 跟他们一起的时候啊 多些朋友啊 同事啊 珍惜大家的 在一个工作上面 结的缘分啊 享受大家做事的 这些的时光啊 那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完 但是那个moment里面 就是永恒了 那很多朋友呢 都有时会想问 老鹅啦 喂老鹅 其实你都好像很少说 跟你合作开的那些 女主持人啊 那样 是不是怕别人踢爆你 什么包养那边 又说跟别人有关系啊 又说跟别人有关系啊 诊过他啊 然后跟着就 再说别人走水 你骂回啊 如此类的 当然我也知道 坊间有很多这些 的 所谓的 负面的消息 又说我性侵啊 又说我非礼啊 如此类的 但是真真正正熟悉我的 就会知道 我根本没有做过这些 这样的事情 我也都无谓 拿出来去讨论啊 或者是 去 炒花生啊 又或者去谴责啊 我也没有什么必要 对吧 这一件事是公道自在人心 也交给广大的网友去判断 咸濕 就当然了 我从来没有 不承认我自己一个的咸虫 对吧 我不承认我自己对女人没有兴趣 对吧 我对女人是非常有兴趣 但在工作上合作的时候 他就是我工作上的buddy 工作上的partner 甚至没有 我会当他们是我 公司旗下的一个兄弟姐妹 来看待 那你怎会跟工作上的人 发生这一个性关系啊 如果我当他们是 全部的兄弟姐妹的时候 那就乱论 对吧 所以老我秉承着 如果我多喜欢一个人 我是不会跟他 在公司里面 有工作上的关系的 这一个是绝对 不可以打背的事 所以 anyway 人家怎样说 他的口是在人家的口上 他们怎样去幻想 我跟不同的人 有这一个性关系 好像阿超哥 我常常幻想我跟阿叶柳里面 一个盆祥大战 是吧 就是 剥衣服剥衣服剥衣服 就打野战 又日出 搞到天罡 天罡搞到中午 中午搞到旁昏 黄昏 继续掉身水身汗 是吧 就是精盡人亡 那就是他的性幻想 我没有办法阻止 在他的脑海里面 过度活跃的 这些 这个 这个 毛尼头的 这种的白日梦 是吧 但是真实就真的不会了 但是每一个跟我合作开的女主持人 其实我都 我珍惜跟他们的合作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 女仔 有限的 这个青春 是吧 我经常都觉得有一件事 就是 女仔就是 其实就是 青春饭 青春展 尤其是做幕前的 靠个色相 容颜 去impress 很多一些的网友 那不能否认 开台的时候 我们的确是很多女 很多节目女 节目的主持人 但是如果你问 实际上 这个节目 当然是表表者 吸引了很多的观众 去看这个节目 那三位 四位的节目女主持人 其实都开创了 香港网台界里面的 这个先河 就是 不害羞 就是 没有避忌 很自豪他们过往的情绪 性经验 或者对性里面的 这种态度 开放 那当然就是很多的一些 节目 吸引了很多的观众 网友 去追捧 但是 其实 我自己都会有 怕报应的 会怕就是 你常常找别人的女 来做 说些这样的东西 你自己都生过女儿的 是不是 你怕不怕 将来你的女儿 在这个节目里面 爆发那些东西 或者这么开放的 性态度 BK 那我想想一下 是的 就是 就是 没有理由 就是要这样去做的 尤其是 我后来 跟我上面的老闆修和了 就是 做人应该有个品 不要为了观众的收视 Kick view 就是 盲目去追取 这一样的东西 没有底线 太过分 是不是 我应该修炼一点 不应该去做这一样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 我会剪掉了 濕之蛙 当然剪掉濕之蛙 这个节目 当然也是 因为有多少的因素 在里面 之前的十年纪录史 也说过 我也很后悔 曾经做过 这个夜场警讯 影响到人 我晚点有机会 再和大家 在节目里面去分享 所以后来 如果和那些女主持人 去合作的时候 我都希望尽量 给到一个正派 正面 希望他们可以 发挥到 除了这个漂亮 这位美女 颗尺 颗尚 穿得少之外 可以给他人感觉到 他不是一件商品 他不是一个肉体 他不止只剩下腿 或是希望可以表达到 他们在知识 技能 或者是一些互动的里面 被人感觉到 他們是一個聰明、聰明的一個女生 也希望給多些機會他們會發揮 但是當然你要那些美女 身材好、樣貌好的這些女生 要他們表現到他們這裡的brain power 其實就是挺難的 特別在香港這一個地方 我真是很坦白說 希望那些女主持人看過之後他們不要生氣 而我也很坦誠地說 我今集會跟他們看看我對他們的一些看法 很多的一些女生在香港 其實基本上不需要特別努力 在香港如果你是美女 你真的不需要特別努力 為什麼?因為你有很多兵 有很多按鈎人 例如那時候阿余在迷米出現 然後有一個低能的Gman 知道他在那裡馬上買了咖啡 買了成成 知道他在那裡 想不想喝你嗎?來探班 然後馬上就買了那些Latte 買了Starbucks 買了餅 上來探班請他吃 只要在網上說一句 唉呀我想喝咖啡 自然有些人 我也不明白 其實我經常都不明白 這個網民 你有老婆也有成成 然後有一個網台主持說 我想喝一杯咖啡 那你就馬上在質如沖 即是馬上請人來喝咖啡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經常都覺得很奇怪 但是當然我正在溫柔一個台的時候 也都希望聚了一些不同的網友 我當然沒有Bang他們這樣去做 但是當然他們聚雍之意 就不再走 是不是真的這麼 真心擁護一個網台主持人 還是想博好感 之後約他出街 追求他 還是怎樣 不得而知 我們都不想深究了 台下他們私下的事 當然我不會理 那麼 那麼多個網台的節目 女主持人 其實去到MIHK開台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女主持人 我都很希望她們獨當一面 以及給別人的感覺到 她們不是值得過樣子 所以很多時候 都盡量希望可以開到 很多一些節目 我給她們做 譬如 Michelle 她參加了很多的選美 都得到一些很高的 Ranking 或者贏了一些獎項 但是 內海就很奇怪 她又夠高 五尺七寸高的身形 身材又均勻 她樣子又漂亮 是說話多些懶音 但是她們都很努力 但是她也是一個 教琴的 教琴的 教琴 這個女生都很厲害 懂得彈琴 多才多偉 她們都可以教一些 小朋友 如果在這個過程中 彈一首歌的要決 會是怎樣 同時之間 也希望幫到她 這些片 令到她可以 有更多的學生 想找她去彈琴 她也是上門 那時候 就是上門 教一些小朋友彈琴 這樣 可以找到她一些 技能出來發揮 那怎樣認識Michelle呢 Michelle當然就是 在一個 在藍皮書 那時候 對不起 在星期五母女 那個時候 曾經 巴拉莎 找了她上來 跟我們做一集的節目 我覺得她的口才也很好 然後面對鏡頭 又很大方 不害羞 而給我的感覺 她是很正派的 不是那些邪女邪氣 或者是 懶惠性感 我覺得她是很優秀的 一個女生 我覺得她的 potential 很好 我覺得我真的懂得找人 但奈何我真的沒有這樣的資源 或者我沒有這樣的能力 她能夠補充其他不同的長處出來 所以她仍然是一個花瓶的角色 可能我找她做這個廣東話是怎樣 教這個 政治 正確的廣東話 那時候就是 找她和麥理好 寫一些script 給她 然後教 這個 粵語 各方面的東西 但是奈何呢 就有一點點 backfire 因為她的懶音 實在太 太差勁了 但是她當她教別人這個粵語的時候 似乎有些反差 但是也做了很多集 但是 我自己想一下 為什麼 不是那麼多人喜歡看這些節目呢 一個這麼漂亮的女生 然後講一些粵語的example 然後教別人怎樣去運用 講講這個典故 我覺得是一個很容易share到出去 和去分享的一個節目 是吧 我們也有祝過她去一個大院遊樂 有時香港奇漢 嚇著 嚇著她 這樣 當然觀眾也會喜歡看 有女生的出現 但是始終她都是一個 side dish 又或者是一個 幫衍 花瓶 始終做不到一個 我很想她做到獨當一面的東西 很多給一些 文化上面的東西 音樂上面的東西 希望她探索到 但是 anyway 也都 沒辦法establish到一個 我希望她和觀眾之間那種的bonding 但是 我其實對她也很有一個的寄望 但是她也是一個 很多schedule的人 又要出去接job做CE 又要教琴 變了有時也很難 就到她這個schedule 去幫忙去做好 其他更加多的project 或者一些工作 但anyway 始終 在成立個台的時候 我們也是比較 男性向多些 女性的存在 當然會吸引到她們去看 我們這個節目 但是始終 沒有辦法 可以將她們很突圍而出出來 做得比較好的 我自己覺得是debby 會做得比較好的 debby 她自己是哪個時間認識她的 她有一次在迷米時期的時候 在一個聯交所狼人 聯交所狼人的時候 就是出來的 當時她就不知 為何有一班女生 就上了我們的節目 因為你也知道 很多編輯自主 交給節目主持人 上了去 一大堆的女生 唯獨是我在 這個control panel 裡面看著她錄影的時候 我第一次覺得 哇 debby很棒 樣子又斯文 又正派 很甜 很甜 又夠高挑 debby 五尺七 也都 debby和michelle 兩個都五尺七 穿上高跟鞋 我們就變成矮子 我覺得很棒 一做完節目之後 二話不說 就馬上抓她到一邊 就問她 我覺得你剛才錄節目的表現不錯 還有我覺得你很適合我們的台 如果我們有些節目去幫忙 想找你來 看我們的台裡面 節目主持 不知道你有什麼興趣呢 當時我想debby很想爭取一些 不同的exposure 現在一直知道她在開電視裡面 做節目主持人 真的更加好 知道她有一個 固定的大台 多一些的節目的exposure 曾幾何時 看到她在不同的電影裡面 黑串 簡單這個好 就突躍演員 覺得衰些 就CATFA 我自己覺得也是浪費了她 或者難得 在TVB的大劇裡面 看到她有一兩個的 過眼三秒 分分鐘 她的出場 更短 比佐敦兄 在一些不同的電影裡面 做老闆 做律師 做一些supervisor 說對白都不夠 說多兩句 我覺得真的很浪費 但奈何 做演藝事業就是這樣 無論你的call 是多好 你的樣貌是多散 有一個 都要有一個 的平均 有一個地方 讓你可以 扭出來 亦有一個競爭 又這麼大 我經常都有一句 說話就是 女人的青春有限 青春的女人無限 你每一天都 面對著不同的 challenge 不同 upcoming container 這個 candidate 跟你去container 跟你去對抗 你從那麼多人裡面 突圍而出 就算你自己有 幾好的 這個料子 也有很多其他 後續的 人為因素 影響了你這個 exposure 但現在我當然 很開心看到他 在開電視裡面 可以有他自己一個 的角色 有他自己一個 固定的地盤 有他的 role 可以去做到事情 他幫我們合作的時候 我們當然也會 有時候去找他 出大院有樂的 這個 工種 這些工作 他也有一個 節目的時候 和周公子合作的 這個家常面飯 每個星期一 他也會幫我們 做歡樂小姐 做MIHK 每周通訊 當時他和VN 連以南小姐 一起去做節目 連以南 我又說多兩句 我認識他的時候 也是因為這個 星期五母女 而當時他被人 是香港性女 也拍過很多 漂亮的照片 但其實他那個人 是很shy的 很斯文的 他並不是大家想像之中 那種sex appeal的女生 來的 跟他聊天 其實他跟我說過一次 他很想做一些 很固定的工作 其實他那時候有經理人簽他 也有一個男生做 跟班 或者助理 照顧他 後來他跟我說 他很想自己做一些 比較穩定一點 朝九萬五的工作 而 當時我就 好吧 我們都需要一個 reception 的工作 如果你不介意 做這些位置 當然可以 在這裡做這個工作 你可以接聽網友的電話 你的聲音又這麼甜美 大家聽到你的聲音 又知道你是VN 大家都很開心 同時之間 我們都說 我有些通訊站的工作 你可以繼續去做 又或者有些旁白 瞬間洋半球 這些工作 你都可以繼續做 你也可以增加多些收入 穩定一點 我盡了一個人事 希望在finance上 可以滿足到他的要求 同時之間亦都給了一個 提供他做一個 reception 的工作 但是 就難搞些 始終 他不是吃開一些 朝九萬五的工作 的姿勢 他自己也有些脾氣 有些低能的客人 也都是辣著他 這個也是難搞的 但是 我一直都沒有所謂 你會照做 我都不記得他 為什麼會離開我們 有一次很有趣 半夜三間 他寄了一個訊息 你狂摩擦我 為什麼你狂摩擦我 第二天早上我回去 問他有什麼事 我沒事 就好像忘記了一件事 我為什麼 回頭晚上 摩擦我 第二天早上我問你什麼事 你又說沒事 為什麼 很難捉我 比較迷幻 是吧 所以 所以 我現在回想起 我也怕跟他合作 原因是 為什麼怕跟他合作 是 我掌握不到他 真的想些什麼 或者他想要些什麼 或者 我怎樣可以 補充他一些更好的長處 或者我一開始 我想到 只要VN 在我公司裏面 去做一些 接受工作 其實我自己 可能是 比較基於 桌頭 嚴格的 一個 比較壞的 把招財貓在這裏 哇 有個美女 做接受 上來見到VN 無論是 那些客人上來 又或者一些網友 看到 或者上來 商討的一些 朋友 或者 估計者的 看到他在這裏 哇 我們開心些 整個公司裏面 一手第一個 見到的 就這麼漂亮的一個女仔 這麼甜蜜的聲音 接待他 但是我可能忽略了 實情他做不做 你的工作 又或者 幫不幫忙 或者他做這些工作 是不是真的 其實他開心呢 或者他的EQ 可不可以對付到 這麼困難的 客戶服務的公眾呢 他也有很多脫漏 當時 因為他開始 搞啤梨晚報的時候 有些數要對 啤梨哥在我面前 就吊得 他真的飛天 生氣得 春代哥出煙 這些就不說 啤梨哥對每一個人 都春代哥出煙的 對每一個人都不能尊重 而且每一個人都可以 所以他做狂症的聲音 我就過濾了一件事 但是我也知道 他有一些癌症 但是 我盡了我的能力 希望他可以有個機會 有個機會 可以去做好 另外曾經有一個女仔 就是Summy Summy 我們覺得他很美女 很可愛 值得給他機會去做 如果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Summy Summy 除了做先人夜話 後來的後期 之前 他也做先人夜話 做了一段時間 他曾經有個節目 四兒子女博 科學階 還是不知道什麼 又做過 有時 來不中上大院 又落客串 還有其安 始終有一個最大的難題 就是他真的只有個樣子 陰公的地方 他真的只有個樣子 只有個樣子 就算我無論如何教他 他說一個完整的說話 或者說一個完整的故事 簡單到不得了都好的故事 希望聽他講出來 他只講來講去都講不到 所以他只不過可以做一個 硬照的一個無得意 或者是一些不需要出聲的擺款 因為他也是高挑美女 樣子很sweet的女仔 或者是他做一些的 做job做talent 被人做私影啊 或者是拍照啊 那就搞定吃碗麵 但是他當時就是 讀會計的 我可能都不知道 其實我有一間公司 我請了他做part time的會計 希望他幫我 take care 一些的數 各方面的東西 也都有人去supervise他 但是呢 是完全在handle的理財 找數的過程裡面 找錢又緩急輕重的 解釋一個example 要立刻要找的 他是沒有找到 不需要找的 或者可以拖一下 他就先找了 啊 總之就是嘔血 那些數字又算不行啊 混亂啊 然後我最後 為甚麼發現了 你這麼辛苦 想讀個certificate 是讀會計 但是你又幫我 有個opportunity 我給你一個機會 你又可以去做一下 會計的這個實習 為甚麼你不用心 想做好這個job 那你將來有一個很dicent的工種 你做 你便是學以自用 是嗎 不用僅僅 要被人找你扮到 呂瀑 或者扮到 不知火舞啊 或者抓你去扮 是嗎 一些不同的交通人物 拍照收這些job 又賺到多少錢呢 那我終於發現了 原來他家裡 他有一些經濟壓力 真的要賺錢 有讀書啊 student loan啊 那些類似的東西 那我當然沒有去 很dicent 關於他家裡的問題 那些東西 也不想 remove太多 大家有私隱 他又只不過有公司 一個同事 可以幫得到 如果他出聲的 我就可以幫他 但是他曾經跟我說過 他想做一份會計工作 那我立即安排他 做一個會計工作 但是我發覺 為什麼你做 可以神遊啊 雲遊太空啊 心不在然啊 這樣 到你做節目主持的時候 你給一個機會 你可以表現你自己的時候 口齒不清啊 講個故事都講得不完整啊 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不拿到這個機會呢 那有一次我晚上 就去 有些朋友就叫我去酒吧那裡玩 那原來呢 我一find out 他 咦 那個人那麼傻面呢 如果他做了一些 啤酒的Pomo Girl 那時候他還 用charge 玩一個table top 那些的遊戲 那些的 啤酒乒乓那些 那些呢 就是你扔那個乒乓球 跌跌跌跌跌到那裡 那些那些 他就會負責他做 那我看到他 我很驚訝 他看到我 他又很驚訝 那我就跟他說 明天早點上班啊 不要做那麼晚 我就知道他原來 為什麼在早上 裡面 黑了眼圈 好像很累 做這些正確的 這些正職的時候 那就是 滴不給那個精神 用到晚上做這些 Pomo Girl 那Pomo Girl 那Pomo Girl 是絕對沒有色情成份的 大家千萬不要 這個想什麼 就是你都知道 在酒吧裡面 有很多美女 去賣酒 或者要高檔的酒吧裡面 跟人家玩遊戲啊 那希望可以sell多些 一些Bear 或者這樣 或者馬場裡面 叫人家賭馬 很多這些工種 純粹是PR做Pomo 這樣 那我明白到 因為他真的要一些 的Finance 支持 這樣 然後他真的要 可能要生活上面 要做多幾份工 那變了他的Priority 會是在 錢人的收入 這一方面的東西 那後來 當然 就是 都沒有辦法 是吧 他也都整遲 不做 那因為他沒有辦法 做到我工作上面的要求 那我當然 說真的 不是散油的燈 在工作上面做得不好 我當然是 DELIMA LIT BOUTIER 是不是實在 那女生 就真的 見到我發個氣 發個脾氣的樣子 誰人都害怕 今時 今天 就是唯一一個人 我不敢在面前發脾氣的 兩個 一個就是我老婆 一個女兒 其他人就是理你死婆 實在發脾氣 那可能我也會嚇到他 那 沒有跟我工作 之後 我發現原來他在Facebook 裡面不友好 可能他對我的看法 都不定 那我無所謂 人與人之間的緣分 就是 就是這麼多 我唯有祝他一個好運 我對他 我完全沒有任何 negative feeling 我很希望他做好 我很希望他真的可以在 那時候讀媒計 然後 希望找到一份媒計的工種 我經常都覺得 唉 女生 每個人都拋身出來 色相 我就比較old school 經常都覺得 經常都被人這樣拍照 又穿得少 那樣 做什麼呢 是不是有別的工種賺錢呢 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另外呢 我也想說 阿瑜 阿瑜呢 就是早期在低造頻道的時候 其實是歷蘇的好朋友 那 有一件事件呢 阿瑜又不用怎樣做事 那我也很奇怪 你二十一二歲 那杯子嗅到花咕了 咦 做什麼咕咕的事呢 那樣 剛才說過 他又很吸引到一些網友 對他的這個 垂青 好像Gman 那樣 兩東西 一個 一個post 立刻 一枝穿文箭 十杯Starbucks來相見 帶了一些Starbucks去 我覺得你這傢伙都可以了 那 他上到這個 那時候呢 其實很多的粉絲也都很喜歡他 甚至很多的粉絲追捧他 就幫他搞過這個 生日會 搞聚會 那樣 有一次呢 我也挺反感的 一件事就是 有一些的網友 就為了要哄他開心 就幫他搞生日會 那這些就是完全 不把我們公司裡面 他自己私人一些聚會 但是呢 當時呢 其中一個就是一個 死鬼魯表 那死鬼魯表 就是幫他搞生日會 那另外有一個 就叫做Stanley 好像叫做關山 又跟他搞 就是哄他開心 那詳細我就不說 那這一件事 為什麽辣著我 令到我有關心呢 就是他們搞生日會 就是找一個地方 就有些蠔 開蠔 吃蠔 那而 我就覺得 喂很大件事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事情 分分鐘有機會 食物中毒的 就是如果你吃到肚子軟了 然後然後爆發食物中毒 我又不知道 你的蠔的來源 從哪裏來 我又不知道 但是你打了公司裡面 其中一個網台主持人 的名號 出去幫他開生日會 就是其他一種的 那些狗公啊 兵啊 那些幻非者啊 那些宅男啊 去聚會 哄他開心 然後你們就在那裏 搞這些私人聚會 然後就要吃蠔 但是一個不小心 集體食物中毒的一個時候 那誰去負責呢 誰去 take care 整件事呢 一定入數入我 那我就 這件事件裡面 我就很... 有一個 negative feeling OK 但是就... 我自己都知道 當我要開台的時候 我是不會帶到阿宇走的 因為他跟阿力蘇的關係 是非常之好 所以我從頭到尾 沒有帶過他過去 但是我覺得 他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幕前的人 他很精靈 很聚到有觀眾緣 但是那個人 始終都是不得踏實 沒有... 好好的發揮到他自己的小聰明 又或者... 就是... 給人家的感覺 不得太正派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也都可能很難登到大雅之堂 是美女 一個聰明 但是就... 如果要繼續走這條路呢 始終就好像不太對 那我也都衡量過 除了這件事之外 當然就是他跟阿力蘇 舊台長那些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 不會讓他 搞到大家的關係尷尬 麻煩 所以我從頭到尾 都直接就不要推出他 那當然... 大家都會記得 Christy 還有Louvy 在《藍皮書》裏面 她是做歡樂小姐的角色 Christy我又... 看到她有Baby friend 接著就見她 越來越瘦 即使她是怕什麼 一樣的女朋友 那樣... 但是... 但... Kristy 很勤力的 其實Kristy 有很多技巧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她說工作很美 Kristy 其實有一些工作上面 以外的興趣 其實有很多這些能力 如果她在那方面 裡面去發揮得好 可能每个人的成就绝对会有不同的级续 所以他跟我们的工作 他在后来顶替了VN 的位置 做我们的参与 做财务服务 帮我们计数 做一些轻紧的文书工作 Amine 各方面的工作 我想他也很希望有这样的工种去做 一直都跟我们做一个很长的合作关系 一路合作 一路见他手手脚的工仔就越来越多 现在经常见到他就越来越瘦 我不知他为何他那么瘦 我经常见到他不停的吃多些东西 现在他有自己的事业 我也很替他开心 也见到他找到一些开心的关系 生活得意也非常好 他也拍过《Super Sexy Hero》的《Photo Album》的时候 也曾经被这个搞手激到很高兴 我们也给他一个机会在这个节目里面 就是说那些关系 为什么会被人找殷疾 而警告那些女孩如果拍照片的时候 如何去保护自己 我想很多的小朋友年轻的时候 可能很喜欢这些 有机会曝光啊 穿得漂亮漂亮啊 很多人会喜欢 但是其实这个世界就有很多 仆佳人家产 就是会找人笨疾 又或者在这个平台里面 可能很容易就会误多歧途 做了一些其他的 一些不应该做的公众 当然这些公众我也没有 画公仔画出场 大家见到他平时 女女一个一个的 男模各方面的东西 但是实际背后 不知为什么 某一个人就有他们的电话 叫他们有些工作去做 这样的情况 Kristie当然是一个很乖的女孩 没有做这些事情 也很早就投靠我们 加入我们的阵营 开始正确的文书工作 曝光的一份正正经的 正经经的赚钱的公众去做事 晚上有去订标 打牌球那些舒服的日子 我也很开心 起码这个小朋友 我认识他那时候 真是小妹妹来的 然后原来都过了三条 交交一下 现在就过一些稳定一点的生活 不用再拍这么多的照片 这样的情况 乐于见到他生活得愉快 希望他快点胖一些 Luffy又很有趣的 Luffy就是 我不敢怎样跟他说话 因为常常见Luffy 在《南明书》之后 没有合作了 见到他的样子 常常都不同了 很害怕摔头 看到他的帖子上出来 你常常都好像不怕冰 我始终对他很不认识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即是有其他的接触 所以只限于这个工作上的 我也没有想过一些 work 可以再发挥他一些potential 这个可能是我对他 比较少一点的认识 跟我合作得最多的 当然就有 Licky哥 Licky哥就是一次机缘下落之后 我回到公司 看到他 为什么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在我们的台上出现 声音都叉拆了 高头大马 他人又开朗 常常都笑 我很喜欢他 第一时间他给了我的感觉很亲切 而且我觉得他很男子头 你跟这期歌做的事 非常之爽 这期歌有一件事 违族是不好的 就是常常都不知醒 尤其是录节目的时候 常常都怕他不知醒 所以他说小花躺在他旁边 叫醒他 跟我一起录节目 否则就叫不醒他 那就开玩笑了 有时会睡过了 有时也会担心 他会不会做不同的工作 令到他失准 但拓赖 幸好出事的次数 也不是很多 她是一个很贪玩的女孩 也很希望跟很多朋友在一起 很渴望爱情的一个女孩 我认识他那时 他除了有一些 photoshoot 他要做的工作之外 他也很聪明 派牌 他有很多 玩 poker 派牌的工作 他也有份做 而因为他认识这份工种 我认识poker 852的Steven Steven Steven也是我认识 Licky 而Licky 正在帮助 Steven 教人打牌 派牌的工作 而是他告诉我 有个老闆 都很喜欢你们 在讲这些题 和你们想的东西 都很近似 我介绍他给你认识 有一天 他带了Steven 上来 而我又开始了这段的 Friendship 和一些合作无间的 Operation 这样的情况 所以原来 都是会靠Licky 认识到Steven 因为这个缘分 就很有趣 Licky 现在 其实 他很active 很outgoing 很适合做一些 户外活动 所以那时候 这个节目 就给他叫做 Hong Kong Survivor 教人生存的一些 技术 野外的一些动向 或者需要的资料 或者一些懒知识 如何去survive 如此类推 他也很努力 在这方面 因为適合他的河车 和他有时会合作 大院有些行山的 再带他去 就最开心 最难忘的一次 是当然 和他去南哈岛 南哈岛 和那些 食環的朋友 爆大锅 如果大家有看 大院有乐 就会记得 有这些情景 我们也和这期歌 如果带这期歌 去拍 饮食节目 他就很开心 因为Licky 是不会像其他 那些 女主持 那样 吃两住 鸡仔住 鸟仔住 她是 不怕任何的东西 不怕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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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仔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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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很厉害的 鸟仔住 鸟仔住 所有的鸟仔住 所以 你和她拍饮食节目 你很开心 她很享用食材 而且 不会避忌 不会扭零 很豪爽 所以我很喜歡這幾個歌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很好的科學 而且他的性格比較開朗 和他行山 他也不會說是辛苦 體能也好 各方面的事情 我真的很懷念當時 和他拍大院有一些戶外的特輯 譬如我們說 我記得是去葡台島還是去哪裡 又是上山下山 又是很辛苦 他也是搞定吃碗麵的 不怕的 所以是一個女漢子 即是男生來的 他就不會說是粗號 爪蝦拆蟹 其實平時說話是正常粗合 可以開得玩笑 豪爽 我這麼多的女主持人裡面 他最像男人就是他 另一個當然就是觀音 而Licky哥現在很令他開心 因為Licky哥在一間大的機構裏面做PRO 聽說已經過了一個Propation 我早上一次是 之前他生日 和他通過一些Tax 知道他有一份這樣的工作去做 我也叫他加油 不要睡到 要說小花睡在他旁邊叫醒他上班 但是似乎我做了一次和他聊天 已經是八點多鐘醒了 他醒了 好厲害 八點多鐘醒了上班 真的大過女兒 好厲害 觀音當然跟我合作是最好的 因為我覺得他是我認識的 網台主持裡面最聰明的那個 他自己也會看很多的資料 各方面的東西 也比較勤力一點 看資料的女主持人 為什麼呢 那些節目的女主持人 基本上你給他一些資料看 他是老闆都不能看的 就是打天才波 又或者跟我跟他做節目合作的時候 就只有我說 然後他就看著你 看著我沒用的大哥 你看著我觀眾 他很害怕的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但是如果我跟他夾其案 或者夾一些節目 我想其實一定會發揮得到 那時候我跟他去做 先人夜話的外景 這個 chemistry 都OK 也都托賴 他都很受那些觀眾的歡迎 但是奈何 就是在一個謎米的趙善軒 懷疑性騷擾他的事件裡面 他就是被趙善軒的這些 扑街 就是辣著了 也當時就很不開心 為什麼這麼多人見到這件事件裡面 不出聲 不肯做證人 也都對這些混蛋 一個二個他就不喜歡 不想再在那裡見到這種人 他就跟我說 我不想再做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討厭 真人形河馬的原因 就是 他將我用了這麼多的心機 這麼好的才能 對網台的觀眾 有這麼好的才能 這麼好的才能 的一個才能 令到他不做 他基本上 他不會跟你計較這麼多的事情 他如果喜歡做一些的工作 或者覺得他有意義 其實他會很喜歡幫忙 他跟他搏都相助 很有義氣的一個女生 又很聰明 很爽朗 靚歸靚 他不會扭屎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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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緊的 但是你按钩 你做兵 你自己笨 但是整體為了做朋友 是很夠雷 還有 都可以聊天 溝通得到 對香港的時事 社會上的問題 其實他是這麼多個 我和我合作過的女主持人 裡面的聚人王 當然 他也不可以走出來 因為現在結婚了 有老公有成的 他有很多的避忌 各方面的 但是我知道他的思想 都在黃到屌 很重要 但是現在 不用他怎麼做事 照顧老公 幫老公打理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 樂於見到他 過了這麼舒服的生活 有些人就是這樣 沒辦法的 鬼鬼鬼 在世界上有一個聰明的男人 把他收為己有 令到他過富裕 舒服的生活 那就沒辦法了 大家你恨都恨不到 但是這位小妹妹 現在她也不少 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都年紀中旅 但是我很享受 跟她一起合作 因為至少 溝通上的 frequency wave length 那方面的事情 就OK 可以聊得到 今天 都說了四十幾分鐘 差不多時間了 節目結尾 show a show 這些不同的女主持人 過去做節目的風采 給大家看看 還有一些沒有說過的 不是不重要 都是蝙蝠所限 不想說那麼多 或者適當的時候 會再說一說 有一些一起合作的 一些節目的女主持人 OK Natalie也要說一下 不過Natalie就是 我在商會裡面認識她 但是我跟她合作的機會 不多 因為她主要都是 那時候幫Yukio 做捉字塞 這個節目 但是她也都 因為我們的機會 她認識了jam.dog 幫Jem做一些節目 我跟她合作的機會 就不是太多 但是 Natalie也有很多的 網友都很喜歡她 包括我們熟悉的白糖兄 白糖是 想Natalie想到不得了 那這些 白糖不敗 要爆勇 就是她喜歡Natalie 現在我就離開了香港 不知道Natalie是怎樣 少了接觸 希望她都生活愉快 好 今天就這麼多 對一些合作的女主持人的回憶 一些看法 希望大家都工作順利 身體健康 OK 有機會希望在香港 再見她們 吃一頓飯也好 對不對 好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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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我們先用五隻手指 放一個撕刀 OK 首先阿浩這個示範是正確的 手腕是不能掉下去 那就不適合了 這裡是先放平的 另外手指要曲曲的 好像拿著一個蘋果 對嗎 以前教你拿著蘋果 就是這樣 好了 五隻手指 放在白色鍵上面 我們手指封這一個音 看到嗎 對 這個音 就是Middle C音 OK 我們先看看 Middle C音 好了 我們第一個看的是4拍 先的 好 我們先試試4拍 1 2 3 4 我們再來一下 1 2 黑砂糖 沙奇馬 傳統御用共品 是現代養生的元素 因為黑砂糖 是最 怎麼說呢 對女人來說是很補的 而且它是一個家庭點心 有空都會放在桌面 拿來吃 送禮也好 自己吃也好 這個是一份超政治 也有份量的豪華養生 沙奇馬 最重要是它的沙奇馬 雞蛋味道 是很香濃的 所以會是我們的健康零食的新選擇 我們快點看看 今個禮拜 究竟有什麼新貨 和有什麼優惠的貨品 首先 第一樣就是雙妹麥的 花露水香味蠟燭旅行裝 它是以芬衣草 薄荷 檸檬 肉桂 丁香精華精心調製 它有多種的精油 有助放鬆你的身心 舒緩壓力 而且它還有獨特的草本香氣 再注入了不同清新的檸檬薄荷 雙妹麥的花露水香味蠟燭 為你帶來與別不同的香氛體驗 會為你家居添上獨特的香氣 進顯生活的品味 它燃點的時間長達20小時 主要的成分就有石蠟 蚊衣草 檸檬 肉桂 丁香 薄荷精華 和100%純棉觸心 這樣做是有種的 芋頭 但是沒有什麼 是有種的 一個有種的 這就是的 芋頭 真的很有種的 一切都給你順口 才不是大吉利士 好鬼好吃的零食 回來啦 黃香 紅粥 壽甘 陰間製品 陽間食用 果然猛料 誰知還出了解惡扶貧牛油曲奇 這道符 送給你